宝岛有爱送爱到偏乡活动来到中疗乡 由宝岛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动20位燕光师 为落势以及65岁以上长辈免费燕光佩镜 县长黎明珍也特别出席致意 林县长说 宝岛公司常年致力于偏乡落势民众服务 为善尽社会责任 今年与县府共同合作 从4月14号起到5月26号 针对仁爱乡 悉尼乡 国姓乡 中疗乡 以及陆古乡等5乡 办理10场次的公益配进活动 既有1250名落势民众 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受惠 南投县这次宝岛有爱 送到我们南投县 大概有仁爱乡 悉尼乡 国姓乡 还有陆古乡 包括我们的中疗乡五个乡镇 大概有1250名 我们这个乡亲都能够接受他们的配镜 免费来提供这些眼镜给我们的乡亲 来佩戴 宝岛公司就会顾虑到我们这些偏眼地区的乡亲 65岁的这些乡亲 他们因为要到我们都会去到比较热闹的地方 去佩戴眼镜 他们都是觉得我非常的不便 所以都不想去佩戴眼镜 宝岛眼镜公司是顾虑到 回馈到我们偏眼的地区 所以举办这个五国乡镇 来佩戴眼镜免费 我们非常地感谢我们宝岛公司的蔡副董事长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一个张总监 他们提供镜片 宝岛公司提供技术来服务 我们非常地感谢这样有一个爱心 照顾我们偏眼地区的乡镇 宝岛公司副董事长蔡国平指出 宝岛公司从109年开始扩大提供服务 率领燕光师深入偏远乡镇 免费为弱势民众眼光佩镜 非常感谢县政府乡公所配合前置作业 并且安排场地 才能够促成这一项宝岛有爱 关怀南投送爱到偏乡的大工程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我们偏乡的长者 过去因为可能因为交通的不方便 那也长期疏忽视力不良的一个情况 导致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带给我们长者 一个视力的保健的一个改善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能够让我们长者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力 那也借此能够希望 引起我们社会上一些有爱心的企业 也能够共同把资源能够带到偏乡 来创造我们偏乡 乡亲的生活品质 完成厌光佩镜的李老先生 以及林女士都说 乡下有很多的老人都苦于势力减退 厌光佩镜不变 有这么好的免费配镜服务 实在是很感谢 而且现场厌光佩镜 不论是老花近视都看得很清楚 真的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老花园啊 档啊 电视 这样放一刷就开里就看不见了啦 对吗 我现在拍了 拍了看更高的 拍了觉得不错 很高兴 意气不错啊 很好啊 好 就退一段老花 整理白酒啊 对吗 不然老花 不然出门才会方便 包括宝岛公司副董事长蔡国平 新加坡商区市光学台湾分公司总监张明凯 南投县燕光施工会理事长牛方哲 都到中疗乡公所 除了由林县长执政感谢状 给宝岛蔡副董事长 中疗乡长也执政感谢状 给区市光学张总监 记者蔡世奇 中疗乡采访报道